喂 今晚吃啥呀 不知道呀 你觉得嘞 嗨 大家好 一百七 嗨 大七 嘿嘿嘿嘿 嗨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我们新版的火锅底料 已经推出了一段时间 反响还好 但是还是有网友 不晓得能够吃 今天我来教下大家 正宗的重庆火锅 能够吃 这次总共分几步啊 这次更简单 还是先加水 那要加几瓶啊 哎 不晓火锅底料都没辣 冲来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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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水要加一千五百毫升 都是三个矿泉水瓶片 加水 嗯 加了水以后 现在 开火 对头 冷水烧开 趁烧水的时间 给大家讲一哈儿 我们现在的火锅底料 已经升级 我现在把它切拌 胃口中的 都全部放下去 你吃不得太多辣 一半油 一半料放进去 剩下的 放 剩下的 放冰箱 保存是放冷冻石哦 可以放多久啊 没在这个台子的吧 可以放 建议大家 建议大家 三个月之内 食用 保质缺11年 等一哈哈 等水涨了以后 我们会把这个火锅底料放进去 好 现在水涨了 下面我们把火锅底料 一直放进去 这是牛油 这是底料 口味清淡一点 一半油一半料就够了 如果重一点的话 再放两份 我们作为重庆人 一定是要全部放低 再等一下 等它融合 煮开 哇 有没有 哇 嗯 好香 哇 再提醒大家哈 把底料和牛油放进去以后 就等它充分的熬制融化 不用放盐那些东西 因为那些我都给你们放好了 你们只吃都行了 好香哦 分口气来 哇 我有点受不了了 我有点受不了了 谁受得了啊 你这么吃 受不了 也不是受不了 来 对了 感谢哪个网友给我们寄的螺蛳粉啊 哪个网友你都不晓得吗 下次你们一定要在洗礼服的时候留个纸条 谢谢你 螺蛳粉 快点 大家看一下哈 现在这个底料和牛油已经充分融化了 好那打荒锤子 现在关小火 用小火熬制15分钟 味道会更好 OK 现在15分钟已到 一锅正宗的重进火锅 已经制作完成 接下来都可以吃了 诶 等一下 啥子 你是不是忘了一样东西啊 啥子东西 東 여러분들 噢 对头 必须配这个哈 香油香油 好 然后我给大家讲一啊 我们如果在火锅店蒜火锅 有什么毛骨 瓦鸭嘗 这些 我给你们个建议哈 你们也可以这样吃 放一下这些菜 比如说耐煮的菜 先放一点 豆干啊 藕现啊 还有冬瓜啊 萝卜 五餐肉 煮好了以后 其实你可以光火 然后把整个一盆端在你的饭桌上 在家里吃火锅 煮一锅菜很爽的 来 火锅底料的 我问啥 嘿嘿嘿 你看我们好穷嘛 吃那几片午餐肉 其他的全部是素菜 怎么样 嗯 煮一会味道会更好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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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现在我们菜放的差不多 所有的菜和火锅的味道 非常非常好的融合 然后就可以吃到很地道 很正宗 很美味的 嗯 葱庆火锅 吃起来 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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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火锅我最爱 麻辣辣辣辣辣辣辣 就是就是要 麻辣辣辣辣辣辣辣 再加一点汁 麻辣辣辣辣辣辣辣 然后捞蜜茶 麻辣辣辣辣辣辣辣 很爽 喂 今晚吃啥呀 当然是火锅啦 TESTV BUNNY TRY BEFORE YOU BUY зов啦 particular 有云 转分 是 剥 était 熊